今天要跟大家玩海龜湯 今天有一個人去丟保齡球 丟完保齡球之後他就死掉 為什麼 他被砸球 他被砸球什麼意思 他被球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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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他被球砸 他在球到滑倒 然後下一個人沒看到他 被滾過去被砸死 錯錯 他有換鞋子嗎 沒有 自殺啊 勉強算自殺 他拿錯球嗎 他拿對球 意外嗎 對意外 他別人都沒有 沒有關係 他自己把自己打爆了 他在地板死亡嗎 他站著死亡 球是打到他的腳死掉的嗎 不是 頭 對 球打到頭 別人的人頭嗎 不是 那球真的是頭 不 那球真的是球 真的是球 跟他 工作有關係嗎 哎呦 他是手捏到三秒交 然後球就打到臉 什麼東西啊 不是啊 那個按那個什麼按鈕吧 正想是 按鈕 不是按那個 DJ啊 什麼 什麼啊 這球是什麼啊 喝酒 你看起來別人在喝酒 喝四 打籃球 他是打保音球 哈哈哈 哈哈哈 打一球打 打到他的球 然後他就打 你先 你先不要喝酒 哈哈哈 你先不要喝酒 聽不懂嗎 下面提示 好 好 這個人的學歷 滿高的 穿學歷皮斯 哦 這沒上過泡物線對不對 你問的有點接近 他工作的地方 我們都有去過 在場的人都去過 酒店了 哈哈哈 學校 學校對 物理老師 倒對 他就是算錯了 然後 砸死結 算錯 跑物線 答案是 他在算鐘擺的那個 等橫定理哦 教室中間保運條線 一個保運球抓著 放開 他回來的時候 不會超過我手放開的位置 他放開的時候 不小心手抖了一下 多出力的力 所以回來的時候 打到自己人死掉了 屁啊 屁 屁啊 屁啦